大家好 特别是坐在屏幕前的李好 下这一次我们讲 这个苏格拉底和斯多亚派提出 所做的关于结婚的两个阿尔兰特里 据说啊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 成串男人们都要结婚 他的规券呢是这样进行的 他说了 如果你结婚 你活着娶到一个好老婆 活着娶到一个坏老婆 他说如果你娶到一个好老婆了 你会获得人生的幸福 如果你娶到一个坏老婆了 你会成为一个哲学家 所以呢 你活着会获得人生的幸福 活着会成为一个哲学家 而这两个结果呢 都是可以结束的 所以你应该结婚 你应该结婚 这是苏格拉底的推理 这个呢 请大家想想 你能够被苏格拉底的 特别是前面前的李 想一想 讲于你是一个男士或者一个女士吧 你能被苏格拉底的这个论证 这个推理说服吗 这个推理成立吗 好 我们来看 这个推理呢 实际上是这样进行的 如果M 那么 或者P或者R 如果P则Q 如果R则S 所以 或者Q或者S Q或S都是可结束的 所以 M 你应该结婚 这样一个推理呢 在推理形式上 是无效的 推理形式上是无效的 这个推理呢 尽管前提都正确 也特别是你这个结论来 那我们来看吧 实际上苏格拉底是什么呢 它是从结婚的后果可结束 推出了应该结婚的结论 这是一个无效的推理 因为结婚的那些后果 也可以通过别的头巾获得 不一定要结婚呢 获得人生的幸福 成为哲学家 不一定要通过 只有通过结婚才能活着这样的 我通过别的头巾 也可以得到这样的 为了显示 苏格拉底推理的无效性呢 我们看下面这个推理 你看啊 苏格拉底的推理中间的有些步骤就是这样的 假如 汽车是动物 这汽车呢 可在空间内移动 从一个地方 移到另一个地方 汽车呢 确实可以从空间内移动 那它可以从北京跑到天津 跑到宝钉 跑到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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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萨 跑到乌鲁木齐 所以 汽车确实是动物 这推理成立吗 当然不成立 前提都真 结论是假的 所以这个推理模式呢 是不正确的 从推理的后果可接受 不能推去 你就必须结婚 因为那些推理那些后果 有可能可以通过别的头巾来获得 所以 汽车确的推理方式 是无效的 对 顺便说一下 汽车确实说呢 你看啊 如果你结婚 我们回到前面的推理吧 如果你结婚 你或者娶到一个好老婆 或者娶到一个坏老婆 如果你娶到一个好老婆呢 你会获得人生的幸福 如果你娶到一个坏老婆呢 你会成为一个哲学家 这个呢 苏格拉底就是一位哲学家 他认为呢 做一位哲学家呢 也不是太坏的事情 也挺好 那 从苏格拉底是一个哲学家 不能必然的 或逻辑的推出 苏格拉底的老婆一定坏 但是 但是局说 苏格拉底的老婆啊 确实听说啊 局说是不太好 经常在家里做河东诗吼 这个呢 我说了 这可能也 这个呢 不能怪苏格拉底的老婆 我在我的悖论研究这个书 的 这个 二十九页的上面 这个 这样写的 就是 就是谈到这个推理的时候 在苏格拉底看来 即使成为一位哲学家 也不是一件太坏的事情 他本人就是一位哲学家 尽管不能由此推出 他的老婆就一定坏 但局说 他的老婆 确实也不太好 经常对他做河东诗吼 恐怕 也难怪他的妻子 因为 苏格拉底作为一位哲学家 是接触的 但他作为一名 丈夫 甚至可能是不合格的 局说 他长相丑陋 没有什么财产 整天又惹争与人辩嫩 由此证明别人无知 并证明他自己 除了知道自己无知之外 其事也一无所知 当这样丈夫的妻子 也实在是不容易 所以呢 我 被苏格拉底的妻子了 抱以深深的同情 苏格拉底自己整天 热衷于行而上学思考 什么是善 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美 等等 这个呢 人辩嫩 证明别人无知 由此证明他自己无知 他把 他自己 传逸于行而上学之中 他把所有行而下的事物 交给他老婆 一日三餐 吃喝拉叉 找你内务等等 都交给他老婆 但是 他并没有交给他老婆 足够的金钱 这老婆那些行而上学的事物呢 没有足够的金钱 来打理 他玩不赚 他当然生气 当然要活动事好 所以呢 这个 那些 所以 有的时候我们那些 这个 惹争于 高尚事物 行而上学事物 美好事物的男士们 当 要你们的妻子 承担 行而下事物的时候 请你们 交给他足够的金钱 好 这个呢 这是搜格拉底的特例 据说呢 古希腊 还有另一个学派 就是搜格拉底之后的 叫斯多亚派 他们针对了搜格拉底的结婚推理 构造了一个反推理 他要串男人们都不要结婚 是吧 他们推理这么进行的 传说这么进行的 如果你结婚 你活着与一位漂亮的女人结婚 活着与一位丑陋的女人结婚 如果 他是漂亮的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很多男人 都围着他 都向他献殷勤 他可能抵挡不住 你那位漂亮的妻子 他可能抵挡不住 因此呢 你就要与人 shear her with others 你要与人分享她 分享她的美丽 分享她的 一切 如果她 你取的那种女人是丑陋的 那你就成天将面对一个惩罚 你急不想人分享一位美人 这个使你很激发起你的嫉妒心 很难受 使你很难受 你也不能成天面对一个 不愿意成天面对一个惩罚 这两者都不是你想要的 所以你不要结恨 所以你不要结恨 好 首先 这里有两个问题 这个呢 屏幕前的你 你要请你想一想 这个呢 第一个问题 这个 你同意收工斯多亚派推理的结论吗 如果你不恒意他的结论 那么 那个 推理的哪些前提 有问题 请指出 请指出 那我们来看看吧 收工斯多亚派推理所使用的推理形式是这样的 如果M 如果结婚 这或者P 或者R 那如果Q呢 如果P则Q 如果R则S 所以呢 或者Q或者S Q或S都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 非M 非M 这个推理呢 在形式上是 有效的 它的核心部分就是什么呢 如果P则Q 非Q 所以非P 否定后见就否定前见 这个假意推理 那个呢 这是有效的 那 那结论你不同意 那就是 其中有些前提有问题 我们回过头来看 哪些前提有问题啊 他说 如果你为 与一位漂亮的语人结婚 那你就要准备与别的男人分享他 为什么 为 这个是一定的吗 这是必然的吗 有人说 这是高概率事件 那也仅仅是高概率而已 有一定的概率 但他不是必然的 假如你足够优秀 假如那位漂亮的语人 他的道德提防 重够兼顾 那个 你们之间的关系 足够良好 那就没有希尔这回事啊 所以这个前提 不是真的 如果他是丑陋的 你就成天面对一丑法 什么叫丑陋 有绝对的标准吗 这个呢 情人眼里去稀释 这个呢 这个这个 你既然愿意 结束那个人 愿意与他结婚 那你就是 从心理到生理到情感 都完全接受他 他对你来说 就根本不会是一个惩罚 所以 这俩前提不是真的 推理形式虽然正确 但由于俩前提不真实 所以呢 那个推出了结论呢 那个也不真实 结论的不真实 是由俩前提不真实造成的 好 这是 这个呢 两个关于结婚的推理 所以在贝勒一书的 贝勒研究这个书中 我写了 说青年男女们 别听斯多亚派的 还是结婚吧 两人携手相伴 同走人生的雨晨 一起经历酸甜苦辣 这样的人生 丰富而充实 丰富而充实的人生 比贫乏而枯寂的人生 不止好一千倍 我曾经在另外的地方 写过 伤恨意识相同 伤恨累累的人生 也比贫疾哭发的人生 贫乏哭记的人生 好一千倍 所以 那个伤恨累累 他的经历 他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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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东西呢 都会 沉淀 他的内心 都会化作 他的财富 他的一生 这个 看了很多 游历了很多 经历了很多 好的 坏的 都有 这一生 很充实 很丰满 很丰满 这样的人生呢 学士 这个 比贫乏 枯寂的人生 好的多 好的多 所以 青年来语们 结婚吧 结婚吧 这个 好 即使是坏的婚姻 也比 估计的人生 好得多 好得多 人生需要半日 人生需要半日 好 这一次呢 讲 讲课了 视频就到这里结束